到目前为止 中国已经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提供了超过21亿剂疫苗 占中国以外全球疫苗使用总量的三分之一 是对外提供疫苗最多的国家 当然这120多个国家中 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 中国提供的疫苗为很多发展中国家 构筑免疫屏障 恢复社会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 增强了发展中国家抗疫的能力 信心和决心 中国将继续坚持把发展中国家 作为疫苗合作的主要伙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